这些女性差点死在产房 王菲米小鹿都曾打住血人肠说 生产是女人的生死观 8月31日20时左右 陕西隋德一名代产孕妇 从楼上坠下身亡 让孕产妇的安危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怀孕中的王菲素颜却依然神采奕奕 那些一直生活的光环下的女明星 其实也不例外 很多女星为了生孩子 也是经历了鬼门关 王菲 大S 李小鹿等生产时都曾显向还生 图维里亚盘和运气的王菲 王菲怀手胎斗镜筒 因胎盘前置被迫开刀 第二胎王菲坚持自然生产 到最后一刻 医生认为胎儿可能有危险 才决定抛肤 王菲开刀后大量出血 情况危急 幸好后来处理的乙 才让王菲脱离险境 2016年5月 39岁的大S 诞下儿子 与女儿汪西悦凑成好字 谁料 大S因打过两麻醉药 导致癫痫发作 一度在ICU接受治疗 随后 王小菲解释道 大S曾因止痛药物过敏 出现昏迷及瞬间缺氧症状 经急救后已度过危险期 小甜心虽然是父母的开心果 但当初妈妈李小璐生 吓她却也并不容易 李小璐曾因为抛肤产后 大出血而结起虚弱 需要擦针管 绑绷带 话也不能说饭 也不能吃 全程陪伴的贾奶 让至今回忆起来 仍旧心有余悸 当时她说话 已经与吴伦似了 人一直在抖 脸色刷白 阿雅曾在节目上 回忆生产超过 20小时的疼痛经历 她原本打算自然分娩 但当时只能改抛肤 然而阿雅 却被麻药反应较大 施打后开始狂吐 恢复意识后脸部肌肉仍紧绷 因为牙咬太紧呈现 最歪脸歪的状况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梅婷讲述了自己在生女儿时 曾经因为羊水回流 而濒临死亡的经历 梅婷回忆称显示器上血液的低压已经没有了 高压也才60多 谈及那一刻的感受 梅婷表示 就像什么都突然静止了 自己掉入谷底 周围的一切事物越来越远 但又很慢很安静 然后感觉自己什么也抓 不住地沉到了里面 后来她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 才慢慢感觉到身体温度的回升 在某次发布会上 蔡少芬自爆二胎怀孕初期险些流产 当时怀孕两个月 带着女儿跟朋友到台湾玩 刚上飞机便觉得身体不适 她往洗手间查看时也不停流血 幸好飞机未起飞 救护人员送她落机 老公张静也赶到跟救护员 送她入医院 蔡少芬表示 医生诊断她胎含有裂痕 导致下体出血 2009年11月 怀孕紧 26周的杨童树意外早产 怀上孩子才6个多月 当时早产其实和流产差不多 杨童树 因为预产期提前过早 顺利生产的概率极小 坚持生产不但有可能危及母子生命 更有可能导致杨童树之后无法生育 况且杨童树本身就是高龄产妇 为了防止孩子意外流产 杨童树在待产的日子里 只能头朝下倒掉在医院的病床上 每天都是脑袋充血的疼 沈梦辰杜海涛一同现身机场 但摆拍痕迹严重日前 沈梦辰现身上海机场 并与先他一步到达机场的杜海涛打招呼 小编觉得摆拍的痕迹让我很 肝 大 海涛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人群中只看了你一眼梦辰 说好的减肥呢 之前在某综艺节目的预告片中 求胜希切的海涛一改往日憨口形象 更是在节目中首次暴露恋爱往事 称沈梦辰先跟自己表白 刚上台的杜海涛 先是甜蜜告白孟辰是我见过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因为我跟他朝夕相处吗 又实力秀友情我和吴清两小无猜 因为我们朝夕相处 惹来现场诸多被虐狗 观众的预声一片张柏芝深夜晒自拍感叹 结婚十年没沟通没感情 女星张柏芝六日深夜 在IG晒出自拍 还配上笔墨 娶亲十年 没交换 没激情了 疑似在感慨他与谢霆锋之间的婚姻得胜 不外事实上 张柏芝与谢霆锋的婚姻 只坚持了六年 谢霆锋在2006年包下半个小岛 向张柏芝下跪求婚 张柏芝激动得生泪俱下 两人婚后生下两个儿子 而且胜利挺过2008年燕照门风波 但终究仍在201-201匹 离结束 以后谢霆锋于2014年与前女友王妃复合 张柏芝则单身抚育小孩至今何润东那年花开月正元气孔流血挂掉 法医追剧查死因何润东那年气孔流血挂掉 法医追剧查死因何润东在录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扮演孙力的男男老公无品 昨晚拨到他为妻爬树打枣 不料摔得蹊跷流血而死 先且各界不舍声浪 连孙力都说 尽管剧本看过很多遍 戏也是自己演的 可今日自己在电视里看 仍是把自己看哭了 真的有点惨 还用法医跳出来指死因不单 纯 入戏很深 该剧改编子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的故事 为尊重史实 何润东必然领便利 只能对导演喊话接下来的极数 给他多一些回忆镜头 编剧苏小院也无奈称 我自认是个心狠手蜡的人 交刺得十分 水死 都不皱眉头 但唯一 当我聘从树上摔下 再也没有醒来 我难皱了很久 其实我也好想她活下去 好想她和周莹无聊 又庸俗地白头到老 我好想 但是坚持不能改动 苏 小院还特别抱歉 对不住 无品 让你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对不住 周莹 走得最快的 总是最美的勺光 对不住 无品哥哥的粉丝们 我吉利了 扮演无妇的张晨光也难受到 昨天还在骂你 今日明日今后都骂不了你了 拼儿 拼儿 无品之死让众人伤透了心 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的作者 自身是法医 他曝出和轮动蹊跷流血的剧照 怀疑 如果仅仅是高坠导致颅底骨折 能够形成口鼻和外耳道少数流血 这种蹊跷流血量 是不是要考虑凝血功能障碍 无品死因 它是没有高坠那么简略啊 虽然带有搞笑成分 真有观众仔细追凶 认为和轮动是被下毒 疑犯包含的老板 于浩铭市的酒 胡永梅 胡杏儿市的高 宝来的茶 还有人直指孙力实际中的老公邓超 终究本相为何 让我们持续看下去 曾子丹没打压反邦家戏 吴京这样回 吴京指导的爱国动作片 《战狼》二次7月底在中国上映 已累计超过55亿人民币 约253亿元台币 票房 在中国影视票房记录居关 昨晚导演兼逐年的吴京 与女主角 卢靖山现身香港首映会 被问到与真子丹的撲合说 吴京巧妙回应 前阵子 我和子丹 李连杰见过面 我们三个都是跟同一个师父 子丹有恭喜我 大家都一起跟八爷 原和平 拍戏 至于先前 真子丹曾说当年拍《沙破狼》 有帮吴京加戏 问吴京之 不知道这事 他倒是小心回应 我只是一个演员 到最后才拿到剧本 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作为演员 亦不可以左右导演决定 再问他当年 是不是被人删到没台词 他则说 没有 我本来有一句对白 不过觉得连那句对白都不说 那就更加酷 先前有媒体指出 吴京早年在香港发展时 曾被人欺负 他则笑说 我懂功夫 怎么会被人欺负 还开玩笑说 在中国被欺负的比较多 在香港 顶多就是被要求 讲广东话 媒体又问真子丹 有打压他吗 他也否认 没有 至于谁比较能打 他笑说 大家都是拍电影的 都是想把电影拍好 少一些 这种的挑拨拉 还是打麻将好了 不过吴京在首映会上列举数位 自他出道以来的贵人们之谢 包含黄百高 陈达志 导演陈牧胜等 唯独没有真子丹 让外界对 他俩关系仍带有一点想象的空间 也不如正在 一旁 那么 一旁 里面 下车